1899年的夏天,北京的一处深宅大院裏,笼罩著一絲焦慮的氣息 原來這家的主人得了病,醫生在診治的時候是得了瘧疾 家人就趕緊去藥房抓藥 藥抓回來之後呢,這家的主人打開了藥包檢查 突然他就發現,一個叫龍骨的中藥上面 有一些他從來沒有見過的奇怪劃痕 他沒有想到的是,這不經意的藩箭,竟然開啟了一個考古史上的驚人大發現 這個主人叫王毅榮,他當時的身份是朝廷國子間的祭酒 相關於現在國家最高學府的大學校長 畢竟是個文化人嘛,估計在他之前還有不少的甲骨都被當藥吃掉了 正是由於他的發現,將甲骨文從傳說中的龍骨填書回到了現實 當時的王毅榮發現了之後,他就意識到這個是非常珍貴的文物 於是他就開始重金收購 後來又發生了一些故事 輾轉反覆,終於人們得知了 這些甲骨都來自於河南安陽一個叫小屯村的地方 再後來小屯村被發覺 這才發現了,原來這個地方就是書裏記載的殷墟 殷墟是中國商朝後期的王都遺址 以小屯村為中心,由殷墟亡陵遺址與殷墟殿松廟遺址 環北商城遺址等等共同組成 公元前十四世紀,商湯的第九代孫子盤庚繼位之後 他就把都城遷到了殷 直到商晝王滅亡的兩百多年間 殷帝一直都是商朝後期的統治中心 因此商朝也被稱為殷朝 中武王伐仇滅陰之後,從這裏遷走了大量的陰民 商都就逐漸的荒蕪,成為了一片廢墟 所以叫陰墟 目前所探明的陰墟範圍有24平方千米 這一片是商朝青銅期和甲骨出土最為密集的地方 有許多的遺址和墓葬 環水北岸五官村的這一代呢,則是歷代商盟的亡靈 在發現的墓葬中有很多的殷葬人群 殷葬最多的是王室宗廟祭祀坑有幾百個人 大多都是被斬首、腰斬、斷肢 甚至肢解之後扔進去的 其中還有一歲左右嬰兒也被殷葬了 考古發現殷墟時期的商朝 在自然科學技術等很多的領域都達到了非常先進的水平 殷人已經能夠準確的記錄日時、月時和星象 而且對超新星等天文現象都有較早的認識 殷的立法採用的是陰陽合力 將一年分為12個月 用增加健月的方法解決了與回歸年實際太陽日的矛盾 這些方法現在中國的農曆仍然在使用 在數學方面 殷人已經有了個、十、百、千、萬等數字的概念 並且還採用了實境制 醫學上生代晚期已經認識到了人類的十多種疾病 除了用藥物治療之外呢 他們還會用的按摩和其他的一些方法來治療 手工業呢也是很發達的 不僅門類洗去 而且工藝水平都很高 比如說在青森演練、治癒、治逃、治骨、治車、紡治等等方面 都達到了相當大的規模 殷虛出土的商代馬車已經使用了大量的青銅構建 結構很精緻而且還很複雜 說明了他們的機械知識也已經掌握了不少 而最最重要的是在這裏發現了甲骨文 如果說這木齊火 標誌人類告別了如毛隱形的野蠻歲月 那麽文字的出現就意味著人類走錯最原始的洪荒年代 甲骨文的發現 他印證了包括史記在內的一系列文獻的真實性 也就是說在他發現之前 史記中對於很早期的一些記錄 人們還是沒有把握的 因為並沒有出土什麽文件啊 殷虛的甲骨文把有記載的中華文明史向前推進了將近五個世紀 在世界四大古文字的體系中 殷虛甲骨文為代表的華夏古文字體系 歷經數千年的演變而傳承至今 其中記載的資料將中國有文字記錄的可信歷史提前到了商朝 甲骨文雖然後來經過了經文、歷書、楷書等等不同書寫形式的變化 但是他那些基本的特徵和語法仍然保留到了今天 現代的漢字就是從甲骨文中演變而來的 好了 今天先說到這兒 下次見 謝謝老師